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小年夜好运大秘法要怎么样做 我想我们在每一年的年末 尤其是中国的农艺年真的是让我们 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 今天我金光闪闪 我想最主要的话就是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小年夜怎么样变好运 可以吃什么有什么禁忌 然后你要穿什么衣服 还有另外为什么有小年夜的习俗 今天来好好跟大家讲一讲 假成年2020年的小年夜是2月8号 农艺是12月29号 我们还有一个大年夜 为什么有小年夜跟大年夜好神奇 你们知道这为什么由来吗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小年夜的习俗 其实我们讲的是拜赵王爷 赵王爷要回从天庭回来了 所以我们小年夜就要拜拜 对不对 好那我等一下告诉他拜拜的事情 另外放在一边等一下再讲 臭头皇帝就是朱元璋 你知道我们的习俗里面有个臭头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是谁呀 小朋友大概不知道 有些人也不知道什么叫朱元璋 朱元璋的皇帝叫做开创大明帝国的皇帝叫朱元璋 开创大明帝国的皇帝叫朱元璋 自想因为家里非常穷 那常常都是拉力头他的头都没有洗 很脏叫做臭头 所以他头就会长浓 大家看来都叫他臭头 好那以前在穷乡屁囊的地方 在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有腊肉腌制的腊肉 还有那个什么好吃的那个什么蒜 还有好吃的椒辣椒 那大家在过年的时候 除了这些以外 当然家户里面都会准备一些丰盛的食物 还有就是像要过年了 大家就会穿着喜气漂亮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造型有点不一样 对啊要过年了 所以有点不一样 我想这个最重要的话就是家户都要肉吃酒喝 那唯独他家什么都没有 因此他发下宏愿 年纪轻轻发现有朝一日 我当了皇帝一定要过两个年 哇你们听过 所以他要过两个年 这个大明帝国开始了 从此以后有了小林业跟大年业之分 小林业是如此的由来 小朋友有没有听过 哎呦小朋友吧 小朋友没有听过 好所以呢 现在知道了吧 什么叫小林业的 好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小林业 小林业的日期呢 今年是落在哪一天呢 小林业是在台湾指的是大年业 及除夕的前一夜 2月8日正式小林业 农历今年落在12月29日 好农年呢要农抬头 我们要喜气洋洋 金农转世吗 好如果在这天生的小孩呢 也属农哦 好因为过了2月4号了 2月4号的立春了 好接下来 在传统小林业是赵王节 赵王爷的节日 也是大年业 一直除夕的暖身 越来越多人为了避免塞车啊 会提早在这天前就返乡 或者回北部回南部去探亲 因此农历春节假期呢 越来越以小年业为起始 好刚才讲过啊 凑头皇帝就是呢 朱元璋呢 他当时呢 就是因为他说他过两个年 所以我们现在一年都两个年 可以过来接下来 心情跟行为上面 都开始了一个新的一年做准备咯 所以呢 因此都会有些谨言慎行啊 期待未来的习俗啊 虽然没有太多的根据 但可象征着对未来新的一年 更加美好的展望啊 我想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多讲好话 嘴丁丁哦 吃肉粒哦 好对父母亲啊 对上对下啊 或者呢 对老公对老婆啊 都要讲甜蜜的话哦 讲好听的话不可以生气哦 好这天要谨言慎行 也不会跟朋友暴怒哦 绝对不可以哦 所以呢这一天呢 如果你心情很好 要保持心情很愉快 什么样的心情 看笑话最好 好不好 那多谈谈愉快的事情 这天不管如何的话呢 我们都开始休假了 我们要放假了 在家在家里啊 不要说啊 这个还没洗啊 那个还没扫啊 我告诉各位 这样子会引起家庭的纠纷不太好 你看看你这个长这么大 还赖在那个床上 不起床 不要对妈妈 不要对孩子这样 应该劝他说 起来帮帮忙 现在我们要大扫除 还没扫完 有部分你要自己亲 然后呢 我们就要过年 过小年夜了 所以呢这个习俗里面呢 他奉劝的就是我们呢 以和为贵哦 然后家庭才会圆满 来接下来 赵王爷 赵王爷是什么意思呢 赵王爷就是我们每天在煮饭的 烹饭的地方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灶啊 就是我们炉灶啦 在炉灶上面呢 那有个赵王爷赵王爷司管呢 我们呢人间的货福 人间的食路 人间的财富 所以呢他司管的这些呢 也包括我们的健康哦 所以呢他在整个家庭里面呢 掌管了我们呢 人间健康财富事业 家庭的一切运势 所以这天呢我们要拜请赵王爷呢 在玉帝面前呢帮我们讲好话 其实送赵的时候 赵神我们已经送走了 23号就送走了 那这天要接他回来哦 所以你要准备一些甜食给他吃 那有习俗说不吃肉 其实呢 朱元璋他当然大鱼大肉了 因为当时他就说我家里很穷嘛 我当了皇帝我就要过两个年 所以他就大鱼大肉哦 那这个没有关系家庭的习俗呢 随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有些人要吃素啦 吃素也很好 吃素代表说我们今年呢 我们在这一天的不杀生啦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全天下这么几十亿人 怎么可能不杀生 所以呢随之所幸就可以好不好 那当然了甜甜点啦 饼干啦 甜饼啦 这些对我们来讲 那柿子的话 摆那个红色的柿子最好 当然现在不是柿子的大产旗 所以呢如果能够有的话是最好了 那百货公司当然有卖那贵哦 事事如意的意思啦 那柿子当然最好 那再来的话 凤梨就旺来嘛 我们要拜旺来哦 那旺来就是让我们家运兴旺 那吉祥就是橘子 橘子就是家运吉祥 还有呢苹果就是平安 那葡萄也要拜葡萄 葡萄就是那我们生生不息 我们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 生生不息的好运道 这个就是我们在拜拜习俗上面呢 你所要供奉的一些水果饼干 花生就会好事发生 所以一盘花生也很好 一包花生也很好 好事发生 忘来好事发生不是很好吗 好那所以呢我们呢很多人拜什么 拜金元宝 为什么拜金元宝呢 第一个呢金元宝很重要 元宝就是什么 让我们的财富满满的意思 所以水饺这一天是一定必备的哦 好接下来早晨 春节将是呢必须在过年前 彻底打扫住家环境 哇我礼拜天哦 请来的打扫公司 把我家三个小时全部清理干净 哇太开心了 这就是你必须要有行动力啦 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太忙了太累了 那就请清洁公司来 三四个小时 你看就全部帮你清理的干干净 四个人一起动手 不管是厨房啦冰箱啦 下面甚至呢洗手台啦 厕所啦炉灶啦 清洗的干干净净 客厅啦房间都要清洗 为什么要清洗呢 因为呢迎接新的2024年的九指火运 我们送走八百更运嘛 九指火运要带来 所以你家里不干净不干不净呢 吃了就有病哦 好所以呢要重新粉刷墙壁啦清洁窗户 我连那个白叶窗都洗得很干净哦 所以也称为扫成吧 去年一整年 前年一整年你可能都没有大扫除 对不对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把八百更运不好的一些 晦气碎气污浊之气全部扫出门 绝对不可以这样知道了没有 好历春那一天呢大扫除是可以的 通常历春的前一天我们是不扫除的 所以我礼拜六我就不扫除 我就在礼拜天扫除 这样的历春嘛 历春之前扫除哦 不是历春之后哦 历春之前就要扫 所以呢 我是在下午的时间呢就开始扫了 扫到历春的时间过了以后我就不扫了 这样大家知道 这是整个我们连接呢2024年的一些好运 农年呢让我们农抬头 好接下来拔除一些不好的运势哦 好接下来呢 剪窗花 以前的古代呢很喜欢剪窗花 但是现在呢 小年夜大家都有这个可以去买到县城的那个福字啊 满字啊 那我告诉各位 满字放在米当里面 一定要正贴着 在客厅一定要正贴着 很多人把满字倒贴着 倒贴着在水缸可以倒贴 这样知道吗 才不会倒水啊 这个就代表财富会向外流 所以呢 你不可以把它随便乱贴哦 福字很重要哦 过去呢 当家里面少得干干净 就得贴上美美的春年 有避邪求平安的用意哦 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用意 一定有用意哦 为什么要红色的 红色代表吉祥 大吉大利的意思 好剪头发 家里长辈常说正月后剪头发不好 当然正月不宜搬家不宜剪头发 脚指甲手指甲也不要剪好不好 连鼻毛都不要剪 记住了一月份的说 尽量不要能够不剪就是不剪 所以在年前要把指甲修干净 脚指甲修干净 然后头发有不好的地方修一修 有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不一样呢 有紫色的呢 为什么 因为明年希望贵人更多 紫棋东来 为什么 龙年就要紫棋东来 这样知道吗 紫棋东来发孕一整年 除了出旧不新 也让自己换个好气色迎接新的一年 接下来不可以吵闹 想念小孩夫妻吵闹 会让家里运势不好 也会吵到我们所谓的天公辈 对神灵不敬 父母也不要骂小孩 宜眉小孩在哪里吵你一整年 吵架绝对不可以 接下来夫妻更不可以吵架 不要穿太黑色的衣服 所以你看我今天做小年 我穿了个金色的 金银粗宝上身 当然我平常喜欢戴观音 因为观音可以保佑平安 小年也有小过年的含义 平时不要穿太黑色系的衣服 衣服英文字母或中文字母 尽量不要有不吉利的文字在上面 很多年轻人喜欢穿英文的 有字母的 或者有些奇奇怪怪的图腾 这都不太好 所以请你们在穿衣服的时候 要选择一下 穿一个有金色的白色的 你看我带一些金金亮亮的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富贵呢 所以2024年 我们第一个就是习俗跟禁忌一定要记住 明天就是2月9号 2月9号就是大年夜 我刚才讲过大年夜吃的东西 跟小年夜吃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 今天吃素的朋友当然也可以吃素 喜欢吃肉 喜欢吃鱼的朋友其实因为全球70几亿人 所以很难叫人家全部吃素 好 随之所幸就可以了 好那我想在未来的一整年当中 也祝福大家好运的旺旺来也祝你农年大发 农年大吉大利也祝福大家农年大开财运 家庭圆满谢谢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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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